今次是大家可以学习的 如果大家能学习这个技巧的话呢 我们接着就是要教导各位这个技巧的一个重点 一般像这个抛头的一个动作大家应该都是很快可以理解的 这些动作相信大家都会 不会吧 这些动作就是晃动钓竿制造出它的反发力之后 然后轻轻的放开钓线让它出现 就可以做一个很远的一个抛头动作 然后请注意 现在钓竿那个抛头出去它会做一个 就是角度通知一个动作 它这个动作是在闪躲障碍物时 就是透过拉动钓线然后让它的路牙的弹道改变 那我只有这些动作而已 看来那个是一般一般钓竿它可能会使用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家已经可以修理了 首先就是先试着就是在抛头落水的瞬间 钓竿做一个扯动的一个动作让它弹道改变 那些走开钓竿地 shows 甚继续把重吻和但是你抛过滑那块 想象一下前面有一条小河流过 遮到船一側中的 Wak和在有有一条小河流流 Til 已经线了泼 lleg productor 就是你拋過超過那個盒的話 丟到對岸去就是卡住了 所以變成說你拋頭的力道跟那個 彈道的準確性在路牙調是相當的重要的 然後在做一個路牙一個閃躲一個動作的時候 然後就是著水的瞬間 跳竿要稍微操動一下 首先練習的時候可以讓他角度大一點 這樣動作 他那個路牙他彈道偏移的動作會比較明顯 等這個技巧練到一個純手之後 我們現在教導的是 但是他不用去扯動釣竿 他也能夠做一個需求的一個動作 大家可以看竿尾的地方 其實並沒有做太大的荒動 但是他的... 他會做不懂 他會做不懂的